要面對的就是中性功夫 在明天則是要面對到印尼似水騎士 今天的比賽當然對於保島夢想家來講 還是要力拚本季主場的首勝 我想今天這場比賽 無論如何打出基本的隊形是相當重要 並不是沒有贏球的機會 因為對方一樣 他只有市民的外援以外 他本組權的一個實力並沒有太好 那黑人哥也說了 重點是明天啦 如果在今天一個比數 如果是沒辦法追上或者有膠著的情況 我想措取球隊做一些戰鬥上面調整 那接下來主場球隊賽前 絕對是有好康要給大家 我們現在來欣賞一下主場保島和莫薩西西 帶來的精彩表演 中文字幕提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赛前在这场比赛对于《包刀夢想家》来讲 目前一胜九败 希望能够在主场二连战再度的挑战本季的主场首胜 现在首先来介绍的就是课场的中性功夫 球员进场 中性功夫今天是登陆了九位球员 尤其是背号四十八号的刘靖邦则是 在ABL第一度有澳门人、澳门的球员登入到ABL的赛场上 也是相当有趣哦 因为中性功夫也最后是选择 就是接受了澳门迂会的赞助 所以改名叫中性功夫 所以开始慢慢的也有澳门的球员 来加入到ABL的赛场上 我想澳门当然当地有他们自己的一个联赛同时在进行 那几名球员老实说 我们对他们其实是相当陌生的 那我也不确定他们在这场比赛是不是真的有上场的机会 中将军约拿出最终的成绩 希望呢这次能够帮助我的护车是要逆变 中性功夫之后呢 温度会非常好 希望我们的球迷能够 跟这个梦想继续加油 今天我们一定要你们继续演奏 接下来就是轮到主场的台湾宝岛梦想家球员入场 在今天这场比赛对于宝岛梦想家来讲 最近七连败的战绩 当然急需要一场胜利 来终止最近低迷的气氛 那前面的十场比赛上半季过去就已经过去了 下半季重新来过十场比赛 还是有争取季后赛门票的机会 讲到柴伟 过去上一场比赛面对到泰国莫诺心这一位柴伟 并没有被排到先巴 但是这场比赛阿星你觉得 他在先巴跟替补反正有什么样的差别 我认为反而在上一场替补的状况 他看起来还是还不错 还有一个经验四方的快攻灌篮 那我想上一场比赛的时间 他从第二节开始才上场 等一到一节多 是跟以往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上一场的时间 我认为还是太少了一些 因为你上场的时间只有五六分钟 对一个先巴来说 其实在替补上面反而也得不到自己 应该得到一个角色 对了 第二节目 接下来就是要介绍到 保祖梦翔家的先巴球门入场 第二节目 秉宿小四 调天九 所以是排上了周思华 以及杨天忠的双位的感觉 反而是让周思华应该是会打到二号的位置 不过赛前我们也看了 他的命中率两分球三分球 其实都是一成多而已 八球命中率六成 这样的一个数据来讲 他打到二号 会不会好像有点不太好 对我觉得这也是保祖梦翔家 一直以来的问题 就是本土一个得分的资源太少 以及出手的次数太低 以外命中率也相当差 那你把周思华拉到一号二号 无论如何 他的数据 以他得分能力 确实跟其他联盟的亚洲外援比 还是有一段的差距 所以今天希望在主场 自己加的篮筐 希望能够把命中率给完美提升 我想这是保祖梦翔家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没错 今天在彰化体育馆 保祖梦翔家一胜九败 面对到目前联盟排名第二名的 中信功夫五胜一败 而保祖梦翔家透过战绩表 我们可以来看到 其实对于分组来讲 跟香港东方 可以打赢前两名 但是会输给最后一名的 首先来看到中信功夫在上面一场比赛 面对马来西亚猛龙是96比79 拿下了比赛的胜利 我想对于中信功夫来讲 联盟排名第二 他的所有数据 绝对都绝对是在名列前茅 那对于保祖梦翔家来讲 今天要严防就是篮板禁区保护 然后快攻退防 对 我也想也要注意 刚刚照片上这个人 马基尼他的下手速度 实在是非常非常快 对 我想安生他个 真的是这联盟大三元制造机 所以今天他也是绝对是 保祖梦翔家严防的一个重点 另外看到保祖梦翔家这边 前面一场比赛 对上泰国莫诺吸血鬼 虽然是93比85输球 但是在客场还紧咬比赛 曾经一度也落后到20分 我想阿信也有看那场比赛 也有转过的那场比赛 对保祖梦翔家来讲 是不是近况越来越好 对 我想保祖梦翔家 越来越能懂得自己的一个 在场上的一个状况 第一他得分点是 目前无双位跳出来 是等于越来越多了 那我想还是有一些细节 就是在落后的时候 不知道要如何大量的取分 另外看到的就是台湾保祖梦翔家的超人 Superman救火队消防员 你怎么称赞他都没有关系 因为他就是台湾保祖梦翔家 现在唯一能够非常稳定输出的 一位Carrie型的球员 Lenny Daniel 首先来看到的就是中性功夫 排出来的先发阵容 1号的S.Tucker 5号的Diansen 26号的Markinney加上27号的刘赞坤 以及55号的Justin Howard 而唯一一位就是本土球员 是来自浙江广夏青年队的27号球员 刘赞坤 对 我想今天的一个 这个中性功夫的阵容 我这样一看真的 我不认为我们今天会输得太难看 我认为还是 我自己是认为会有赢球的机会 那我们就在赛后看会不会有这个机会 那除了双方的洋将之外 Lenny Daniel以及Akua之外 那宝导梦想家排出来的 杨天佑周思华搭配陈玉翰 我想吴松蔚在这场比赛 也是从板凳出发来担任板凳暴徒 在宝导梦想家需要球员 跳出来得分的时候 他就会马上上场 对 我想吴松蔚在主场的一个上分球 命中率可能还比客场还高 所以在这场比赛 我们就像今天的那个口头禅一样 球给松蔚就没错了 同样在彰化体育馆可以透过画面看到 其实观众非常非常的捧场 就算现在七连败 很难得还没在主场赢过球 但是还是有非常多的观众愿意买票进来 我帮台湾宝导梦想家加油 比赛正式开始 穿着白色球的主场球队 宝导梦想家掌握第一波的进攻 Lenny Daniel 周思华 切入选择中距离的出手空心球 哇 赛前就讲了 周思华命中率不太理想 他听到了 对 我想周思华确实 以这个联赛的控球后会出手 出手的次数还是少了一些啊 雷战坤 外线的出手力道短了 但是卡位没有卡到 外围的Justin Howard让他捡到了一个篮板 Nakini 再传出来 Dianson的外线出手力道短了一点 对 陈约翰 再给杨天佑毫不犹豫的出手 今天打出了一口5比0的攻势 哇 这就是我们要看的 本土球员一开始就把球权拿回来 去做攻击的一个手段了 在切入的时候 Makini造成了杨天佑的犯规 对 Makini如果今天杨天佑遇到他确实要绞一些功课啊 再来看到前面一球杨天佑在三分外线毫不犹豫的出手 我想这跟前面几场比赛差别很大的就是 包导梦想家在一开始都会犹豫这件事情 阿古拉成功的防守 我想包导梦想家在前几场的状况就是 你开局本土打不顺以后 你就球给丢给老外人 然后你基本上球权也要不回来 那只会越打越闷而已 不过这个开局在今天是好的 现在就看包导梦想家怎么样维持这样一个好的开局 我想包导梦想家这些球员是第一次打这个职业的人 他要知道现在是我们的主场 我们不应该要把自己主场的优势给浪费掉 Makini体现发进来 现在是Lennie Daniel手到他 速度非常快 选择上来还是没进 阿古拉保护出来满球 前面有快攻的机会 周志华再给到左边埋伏的陈毓翰 给到进区人太多了 发生了失误 裁判吹了犯规 其实第一我觉得陈毓翰在这快攻路线跑的并不好 他应该在前面的时候就应该往南下进攻 而不是快攻退到三分线底线去要求 中心功夫在前面两次的进攻出手都没有进 高导梦想家必须持续给防守的压力 Makini没有走步的切入到进区里面 裁判响哨 哇 哦 这个吹的是周志华的犯规 但看起来应该也是五十五十哦 对 这个其实周志华关门我认为守得是相当不错 因为在前一拍这种身体接触的时候裁判是没吹的 后面就抓了周志华的犯规 重新来过 进攻时间还有十四秒 安森 托克尔 给到大脚另外一边 吹战坤的外线出手 哇 迪安森 三分外线 五比三 刚刚这个防守确实是所有的注意力就在安森托克尔上面 周志华第一次的出手就有命中 想要给下去 阿古拉这边招到包夹 球差点掉 陈玉汉三分外线出手 阿可尔把球押进去 Justin Howard 要来包夹防守 阿古拉盖了一个火锅 但是要注意第二波激攻机会 Makini三分外线出手 力道大了 但是篮板球 迪安森没有拿到 让杨天佑拿到之后 往前推进 前面没有队友跟上来 把节奏慢下来 Lennie Daniel在一开始 比较沉默了一点 还没有出手的机会 阿古拉 外线的出手美劲 这也是我 他应该出界了 刚刚阿古拉那个投篮 其实就是我前击上讲的 然后我好像在内线受到包夹的时候 他球就出不来 我们说这是篮球场上的一个黑洞 他必须得学习到 他如果遇到包夹的时候 我如何去帮助外围的射手 是有这种出手机会 現在 雪耀辰教练 马上在 比赛进行三分钟的时候 把前院换下去 换上来 就是 球给松卫 三挡之后 吴松卫在外围 好刚 虽然说你看得出来 他在抢篮板 跟投篮的时候 不怎么跳 但是他那篮下的手感 确实是相当优异 周思华被吹了一个翻球 对 对 但是他可切入之后 交换防守 再回来 刘湛坤 面对吴松卫 切入之后 给到外线 马基尼 空心球 哇一样啊 这种切入的人 跟第一球 跟他可一样 大家都把目标 太太专注于在拿球 那一位选手 阿古拉因 起到篮下去 吴松卫外线的出手 第一步就被过了 第一步就被过了 再给下去 阿古拉今天的单打 成功率并不高啊 遇到加斯汀浩尔 在做一个转身的出手 对 其实阿古拉如果他 更果决去做这种 Roll pose单打的时候 我认为 胜过于他那种 犹豫不决的状况 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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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颗三分球 今天的第二颗三分外线了 Danny Daniel 今天还没有出手的机会 再交给吴松卫 空心球 你三分我也三分 你两分我也两分 我想吴松卫 现在手感好 你说一场是幸运也好 但连续这么多场 我想许奥成教练 也知道他现在场上的时间 必须要增加爱心 阿肯尼 Pick and roll 之后 繞到另外一边 速度推进得非常快 杨天佑想要给进去 差一点发生失误 再把球拿回来的高头 放进两分 运气不错 对 这球眼看就已经要变成失误了 哇 那真 南天佑应该这几天都要拜拜 连失误的球都可以变成两分了 连失误的球都可以变成两分了 连安神 基本上这种平均有一次的超级 这也是他的大学教练小娟姐说的 其实很多人都会把吴松卫的防守 我觉得想的太简单 其实他是有防守能力 很多人都小看他这种所谓超级的一个状况 连弊城切入之后的分球 连上敌人 连过两个吗 力道短了没力了 连莱连丽尼 结果裁判并没有吹判 连甲牙的犯规 所以球也滚到了界外 变成是中性功夫的球 在第一節3分35秒的時候場面出現暫停下來 報導夢想家2分領先17比15稍微休息一下 第二節結束的中場遊戲同時會送贈 我們球隊限量的產品給大家 阿民想要的 黃武士雷翔 大支國小 立體開場 來 接叫聲 這邊 小朋友 我們就要給小朋友一個節奏 我們要 待會兒拿到小球的朋友呢 來到我們的第三號房房的工作人員 好 我們要邀請邀請 一個爸爸媽媽 來帶我們的小朋友 來拿這個小球 從我們的工作人員 待會兒要玩親子的這個遊戲 歡迎回到彰化體育館 趕快來看到 報導夢想家面對到中性功夫的比賽 17比15在第一節 報導夢想家打出了非凡的氣勢 今天有十足的信心 要把勝利給留在彰化 兩分的差距在一開節 中性功夫 現在全聯盟第二名的球隊 面對到我們 報導夢想家雖然是墊底 但是打得並不輕鬆 對 我想證明 我還是覺得夢想家今天會有贏球的機會 我今天出門就覺得 這是一種預感嗎 這是一種預感 因為我認為他們在今天的本土學員上面 等於他們現在是四打五的情況 報導夢想家目前在這聯盟 雖然說是墊底 但其實這幾場的狀況是越來越好 喔 迪安森做掩護的時候 讓周之華賺到了一次 非凡掩護 其實周之華在第一球就有做過這個動作 裁判基本上沒有給他 那第二次裁判 我忍受命插球好了 因為這次迪安森也是在移動的當中 沒錯 據阻擋嘛 所以也被吹了犯規 周之華外線的出手 偏了 對 這個出手其實都是合理的 因為空檔出來了 喔 這個算框而出 對 而且因為塔克的三分外線出手 沒有投進 我始終認為現在目前 而且塔克在場上有點像隱形人 並沒有太多一個表現的機會 Danny Daniel第一次的出手沒有進 吳松未 喔 很積極的把籃板給拿回來 被撥出界外 所以還是保守夢想家的球 好哭喔 再交出來 楊天佑也毫不猶豫的出手 沒進 對 我覺得 Makini其實很聰明的是 他有點放楊天佑投 但也並不完全是放給他投 因為在他防守的範圍之內 只要楊天佑跳投他 他還是基本上是守得到喔 切入之後 阿古拉的火鍋 周之華再給到 Ranny Daniel 結果球掉 但是在籃下糾結了不少 第二次拿到球 也有拜拜 來到台灣 哇 今天我想 整個幸運女生還是在保守夢想家 這邊阿 兩次的快攻情況 球都基本上贏掉了 那還是兩分可以拿到了 今天的裁判 來自馬來西亞 新加坡以及印尼 三個國籍的裁判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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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給到迪安森 外線的出手 平了一點 也彈近了 哇 真的 幸運女生 我想重新公布 那邊也有一些 喔 這個吳松文這邊 不只能投三分 切入還造成了本土球員的犯規 宋帥 哇 已經上到場上 接替 劉戰坤的 替捕 對 來到了場上 面對吳松文這一次賠償的犯規 哇 今天現在看起來 馬上就下去休息了 對 我覺得這個 觀念是正確的 當你遇到他本土拳 守你的時候 你真的不要客氣阿 即便你是一對一 他有在守住你的時候 其實你要自己要有一個信心 是對方絕對 不會守得住你的那種感覺 所以這時候 我中心公布把宋帥給換下去了 再換上10號的洛詠軒 現在就是一個本土球員 看誰好誰就一直換了 對 我想換誰都是一樣阿 馬天尼的切入 Justin Howard 我擠到籃下去 不錯的位置 所以也拿到了分數 22比20 還是兩分差距 Lanny Daniel 吳松文 做了一個單擋之後 一個假動作 晃過了本土球員 結果這一次 中距離出手沒有投進 Justin Howard 中距離沒進 把節奏慢下來 現在第一節還有 將近一分鐘的時間 楊天佑 現在要叫場下的四位隊友 來做一個戰術的掩護 最後交給了Lanny Daniel Fade away的出手只得兩分 對 我認為這沒有任何的問題 因為目前包裝夢想家 雖然說第一節是稍微落後一些 但這幾次的出手跟合理性 都是完全OK的 也就代表包裝夢想家 在第一節 還是有機會把氣勢給打出來 要如何延續這樣的一個手感 變成包裝夢想家 最重要的一個課題了 沒有人手 還有 周姿華的出手沒有進 但前面 Justin Howard跑快攻 發生了失誤 還有一秒多的時間 第一節要結束 還有機會 結果傳球發生了失誤 應該來不及了 所以在第一節的比賽 目前中性功夫 反倒是以1分23比22 領先了主場的包裝夢想家 現在要進入到第二節的比賽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欸 肉依 夢想家 你們出貨 夢想家 你們出貨 夢想家 你們準備好了嗎 夢想家 你們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嗎 我們要送出海帽 還有這個精緻的別針 夢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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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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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要來看到這一次的防守 再給到Tucker 兩層 面對Lanny Daniel到了進去裡面的拋頭沒進 Lanny Daniel保護住籃板球 在得分的剛翰琦洋將可能就需要跳出來了 Lanny Daniel繞到另外一邊 左手沒進 但是籃板球撥進來 硬是把球 給撈回來 Makini給到了Tucker Makini在右邊45度角埋伏 拿到球之後的出手 通信球 這時候徐浩誠教練要馬上喊一個暫停了 28比22 現在變成6分的差距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再回到彰化體育館 來幫寶島夢想家加油 Makini Covia Mak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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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茜茜茜 中性功夫這邊就是那三個洋將在得分 沒錯 所以現在28比22領先6分 爆到夢響家在第二節 一開 現在 akula 面對到 justin howard 感覺 有點吃虧了 對 我發現阿庫拉基本上都是介於在幫自己的隊友做補位的時候 然後放下這一圈啊 我認為 其他隊友在一對一 甚至在區間防守的時候 還是得注意到自己切入你的路線啦 以免自己的中鋒因為你賠上這麼多次的反對 兩八中一 29比25 四分差的比賽 2 2 2 1 再交給Lanny Daniel 面對迪安城 轉身之後 向後轉身的跳投沒進 阿庫拉把球給撥進了 犯規競算 哇 結果裁判吹的是進攻犯規啊 哇 阿庫拉 這是阿犯規 我看可能要下去休息啦 這是他個人第二次犯規 對 前面這一次來看一下這個進攻啊 阿庫拉補了 但是在前面是把 馬圈尼壓在下面 所以被裁判認為是個犯規 外線的出手 洛永軒沒進 但是進攻籃板又被搶回來 迪安城 現在哈可面對吳松衛的防守 陳育翰判斷得非常準確 1對1 2對1 再給 我覺得陳育翰的傳球太早了 因為第一 他如果做這種 所謂後面有人的時候 他的防守者一定要跟著他起跳 那陳育翰他只 單純的把球往後轉 防守者他一個手兩個其實相當輕鬆的 損失掉一次快攻的好機會啊 又是用傳球找到了空檔 第二次同樣的位置 讓洛永軒投進了這顆三分球 洛永軒過去也是效力廣州龍 龍師的球員啊 是 這也是從他們青年隊剛上來的一個球員 阿古拉 哇 今天單打 真的是沒有辦法這一次被吹犯規了 其實包含到洛永軒啦 其實今天很可惜的 我們還蠻期待今天如果真的 中性公布把所有的隊員都拉過來 其實比賽的陣容其實非常好看 就像他們一個相當好的一個中鋒 郭凱其實在這次 也因為在CBA賽季同時交叉的情況 他是沒有來到台灣的 郭凱是2016年的CBA選秀狀元 是 也來到 香港東方龍師的舞隊 現在在廣州龍師來效力 跟中性公布其實三支球隊 都是同個集團老闆 沒錯 贊助的 好 加油 育永軒 翊隆 又對Lanny Daniel 再把球傳出去 Tucker 這個傳球 進攻時間快靠了 勉強地出手 Lanny Daniel保護範圍球 還有機會 周之華再給拖車 沒有給進去 想要掉大腳 所以又 唉呀 現在是一直打到 阿古拉拿到 這次還是有被干擾到 吳松蔚投了一個麵包球 相當可惜 我想現在吳松蔚只要硬拿到球 對方教練都心情擔心 很緊張喔 32比26 同樣的動作再來一次 Dionson 再被吹了一個非法掩護 其實滿有意思的 你看到APL的裁判並不會因為 對方教練的抗議或什麼 去改變自己的吹判方式 他前面已經告訴你這個動作他會吹了 並不會因為你再做一次掩護 而做一樣的動作他就放過你 這個角度是沒有明顯看到 同樣的你可以回想上一次 Dionson的一個進攻犯規的畫面 登戴 iony важ 詐 嵐 要來把球交出去 詩ínavan 出雲翰 單打 Justinehower 這一次硬起來 但是很可惜 但很可惜 我真是VIS 這就是阿菓 earn 在這場比賽 打出的第一顆在Lowpost Standard還不錯的畫面 沒錯 當你有七尺一的身高 你真的不要害怕去跟對手做這種碰撞 雖然運氣比較不好 雖然沒有進 但也打出了自己的氣勢 Parker Markinney 出手 籃板球 陳玉鴻現在推進 想要再給Lanny Daniel 有點危險 楊天佑做一個假動作再切入 拋頭 哎呀 結果最後是被楊天佑撥出去 是 很可惜啊 夢想家在第一集 其實進攻的狀況是相當好 第二集其實打到現在剩五分多的東西 並沒有找到一個最重要的得分點 所以這時候場邊 許曉辰教練是要把鄭麒寬給派上來 哇 艾森沙克這個傳球被楊天佑給抄掉 喔 吳崇衛啊 所以前面 楊天佑的快攻再給到阿古拉 扣籃特分 哇 哇 我們希望阿古拉真的 除了這個防守以外 這種快攻的跑位啊 真的要跟上這個的球隊年輕的節奏啊 這必須要給吳崇衛一個成功的防守 一次非常好的讚賞 是 四分差 三十二比二十八 這時候是讓吳崇衛下去休息 而是把 鄭麒寬給換上來 不過這時候場邊出現的暫停 在第二集還有四分四十一秒的時候 三十二比二十八 我們可以來回顧到目前為止 吳崇衛的得分 在第一節雖然拿下了十一分 但是到第二節 剛剛投了一個大麵包 他的手感在第二節 可能也受到體育下滑的影響 是 所以得分也暫停了下來 但是必須就要有其他的隊友 跳出來 除了阿古拉在 在最近的兩分鐘是 的確跳了出來 展現了自己一個強硬的球攻之外 我想Lanny Daniel的發揮到目前為止 並不是在球賽裡面 佔了非常大的一個比重 對 第一我覺得 現在把我們打正地戰當中 其實並沒有特別突出的人員疑問 他必須像剛剛阿古拉這種 所謂用快攻反擊的時候 利用多打掃這種機會 去得分才對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Justin Howard在禁區裡面的牽制力 的確是非常的大 所以阿古拉在協防之後 他可能沒有辦法顧到Justin Howard 而且你覺得有這樣的一個中鋒的問題的時候 該怎麼辦 阿古拉當然遇到這種 所謂在這個聯賽最老的一個球員 老將型的球員 他真的需要在一個防守上面經驗 畢竟得做主 因為Justin Howard 他並沒有太多低位擔打的動作 他外線的中距跳手是準確沒錯 但他第二波籃板 確實也是他第二波的一個 攻擊的最重要的武器 暫停回來就是中心工夫的界外球 邊線球 32比28 4分的差距 這時候鄭齊寬上來 搭配陳毅翰 Lennie Daniel 阿古拉以及楊天佑 主場必須把氣勢給打起來 防守現在楊天佑守到 卡克爾要來打點 阿古拉在旁邊準備協防 迪昂森外線的出手 通信球 今天第三顆了 迪昂森真的非常可怕 我相信他在今年 雖然說大學剛畢業 只是一個職業人像菜鳥 但是他打ABL 我相信已經成為PBA 很多球上當中的雷達了 他也是未來可能也要挑戰 PBA的一位選手 楊天佑外線的出手 華藝顏色今天楊天佑 手感也非常不錯 對 楊天佑真的是目前 不知道有沒有講他在這個賽季 我只能說 原本沒有預期他會打 這麼好的一名球 並不是我們小看他 因為他之前並沒有 所謂職業聯賽的資歷 但是他卻把自己在這個聯賽 發揮得非常出色 23的區域聯防 用傳導 Makini的切入 的底線 這個球沒有進 但是 喔唷 但是迪昂森飛進來出界了 哇 喔 那 Makini 喔 迪昂森 下來之後 非常大的抱怨的聲音 所以裁判 也來做一個警告 如果再一次 就會給技術犯規了 對 我想 希望 他趕快再臨一次犯規啦 他下去我認為對 包摩檢查是非常非常好打的 看到前面這一次這個動作 雖然 迪昂森飛進來 喔 腳也是有點扭到 所以大聲的抱怨 但裁判不領情 Lanny Daniel 喔 一個夾倒 夾倒 裁判叫他起來 而且Lanny Daniel 上人的分子 對 我想再做一次 裁判就 他一定會 理到技術犯規 對 迪昂森目前應該是 成為裁判的眼中釘啦 好球 阿古拉 手長 可惜了 但成功的防守 阿肯尼面對 楊天佑的防守 兩陣 切入 有機會 喔唷 再回來 這個力道大了 但是 Tucker拿到籃板球 Tucker現在打球 就像我們在中強公園 打球一樣輕鬆 不過 27號的劉戰坤 彩線 所以把球權給了 包到夢想家 兩分的差距 第二節還有兩分50秒 好球 Danny Daniel 找到包夾 掉大腳 曾祈寬 再給到進去裡面 阿古拉 哎呀 可惜了 哇 是 賺 他 非常有經驗 在於在於 阿古拉 領到了一次範規 對 真的 阿古拉 他是這個聯賽 當中的一個 範規王 他在上半場 就領到三次 我認為在下半場 如果他再領一次 對八王夢想到一定不是一個好事情發生的 好 現在李嘉慶上來頂替Agora的位置 李嘉慶上來 我想張正寧就笑的原因就是 每次李嘉慶上來一定會有一個進攻的或掩護的犯規 我是看到阿信的表情我就笑出來了 好不好 結果Makini快線出手 風險球 今天在三分線外的出手 對 Makini真的在這聯賽 我認為一定是排到前三名最好的亞洲外援 力道大了 楊天佑 整個中性功夫到目前為止 三分外線有五成的命中率也十四頭七中 非常的可怕 來三個Tucker 再給出來Dionson 這次力道大了 但是進攻籃板球Lanny Daniel 保護住了 裁判翔哨是劉戰坤的腳踢球 好 在第二節剩下一分51秒的時候 學校成教練把柴瑋換上來 反而是讓李嘉慶下去休息 對 李嘉慶 他還沒有出現犯規的時候 他就被換下去了 哇 這一來一回 可能還不到三十秒 李嘉慶又下去休息了 鄭齊寬上來今天 還沒有出手的機會 陳育翰 轉移得非常快 李嘉慶再給到楊天佑 進攻時間剩下四秒鐘 李嘉慶非常遠距離的三分外線出手 沒進 這個出手選擇並不是太過理想 柴瑋的防守 面對安人塔克 裁判享受 哇 我覺得 李嘉慶其實這場比賽的上半場看起來 打得有點悶 因為被鐵陽城的防守 有點干擾到已經有點惹毛 但是到目前為止 還是可以咬住比數 三十八比三十三 進入到加拔狀態 所以要讓安人塔克 上到罰球線 塔克今天是兩頭零中 還沒有任何得分 不過目前有七次的助攻 三個籃板 三十七 首度得分是靠著罰球 從馬基尼 迪昂森到塔克 到喬斯汀浩爾 還沒有下去休息過 我想他們 來台灣比賽 應該已經抱著這場比賽 會打四十分鐘的一個狀況了 耳包到夢想家 就必須要找出破口 那除了這四名洋將 當然就是還有一名的防守 本土球員 是 柴薇來做一個擋人 再給到陳雲翰 喔沒有走步 好球 盛籃得分 對 陳雲翰這球 確實是有一個走步的一個嫌疑 那無論如何 進球就是好球啦 沒錯 四十比三十五 塔克 向後方針的出手 沒進 好球 拋到夢想家有機會 把氣勢繼續的往上累積下來 兩天佑 速度非常快 給到外線 柴薇 你上來要投得近 哎呀 差一點點 哇很可惜啊 這快攻的一個空檔都出來 沒錯 除了 加油 加油 再給到迪安森 結果兩個人綁在一起 成功的防守 但最後還是被拨出界外 中興功夫球 所以這時候中興功夫 在上半場還有十五點八一秒的時候 喊出了暫停 我想就是要來佈陣 在上半場的最後一波進攻 四十比三十五 五分的差距 對 我想寶寶夢想家 在上半場有點可惜 或許助理教練也可以提醒 像提安勝這種兩次犯規的球員 確實如果 你就必須在他身上讓他再多一次的犯規 他們少了一個亞洲外援 甚至在世界外援的情況之下 等於只有三個人跟你打 其實我們是有贏球的機會 必須要注意到對方只來到四個洋獎 而且他四個洋獎是打滿的 所以在這時候也希望寶寶夢想家 板凳其實還是有在看轉播的觀眾朋友 趕快來跟寶寶夢想家的教練團來講一下 對 遇到這種對方的一個人緣不足 也不是說不足 他只用這幾名打的時候 說真的你把他的陣型稍微搗亂一下 一個人下去之後 他整個打法就會改變了 就搞不好變得不會打球 是 好 摸泡 我們一定要打擊 好了 保護家 保護家 到目前為止 閣著無松瑋 拿下十一分 都是在第一節拿到第二節 並沒有什麼太多的出手機會 還是勝場時間 得分第二高的就是楊庭宥拿下八分 阿古拉拿下五分 雷妮·丹妮拿下七分 先發球員都有得分 加上周姿華一開賽的兩分球 都有做出貢獻 面對到目前為止 第二名的中性功夫打得也還算不錯 對 我認為包括大家 上半場雖然說進攻有一些細節需要修正的 但整體來說 跟前期長比起來 今天的狀況算是非常非常好的 緊要住中性功夫的比賽 到了第二季 15.81秒暫停回來 中性功夫的底線球 來看 這時候 這時候許皓晨教練是再喊一個暫停 但是應該沒有暫停了 所以剛剛紀錄台想明敵好像是有點錯誤 所以重新來過 Kennie把球接回來 陳韻翰的防守 進攻時間跟比賽結束時間 大概差了將近兩秒鐘 做了一個雙眼褲之後 想要再給 這要到Anthony Tucker 時間已經到了 那波來波去 波來波去 在第一節的最後一集 中性功夫並沒有投進 那麼在上半場的比賽 目前主場的寶島夢想家 35比40 以五分的差距落後 那麼要進入到中場休息時間 在這場比賽 到目前為止 其實台灣寶島夢想家 打得非常非常的不錯 也希望各位觀眾朋友持續 鎖定11體育家族 來幫台灣寶島夢想家來加油 我想這場比賽 對於台灣寶島夢想家的 本季主場首勝是非常非常有機會的 而接下來我們要把時間 交給場面的主播立庭來訪問到的 就是台灣寶島夢想家的 教練許浩誠教練 立庭 好的場面為您訪問到的是寶島夢想家的 總教練許浩誠總教練 教練對於這個上半場打完 目前暫時五分的落後 你覺得球員們對於戰術的執行 執行起來有達到你的標準嗎 其實 我們一開始賽型的時候 我們有講過中性功夫 是在這個聯盟前兩名的球隊 所以我一直跟球員講說 希望他們能夠穩著打 然後而且能夠持續的咬住 那上半場球員對 教練團賽前的設定的一個 戰術或執行方面 我覺得都做得非常的棒 不過剛剛在打完的時候 看到你有對大餅就是 下場的時候講一些話 你覺得他剛剛在表現上面 是不是出了一些狀況 對就是其實這個世界 我們不只是有大餅 包括是我們所有的 我們球隊裡面所有的球員 都是一樣的 我們在球場上溝通的時間太少了 常常問題出來的時候 然後不講出來溝通 然後全部都是悶著投坐 所以我也希望 他們能夠下半場投稿 把這個東西能夠持續把它改變 然後做得更好 好 謝謝教練 好的在這邊要請觀眾朋友先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繼續回到ELEVEN ELE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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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朋友趕快回到ELEVEN ELE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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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包島�볶祥佳來加油 在彰化的鄉親朋友可以來到彰化體育館清場 親自來到籌場裡面高聲吶喊來看包島夢想佳在主場 奪下本季的主場首勝 沒有辦法的觀眾朋友就可以透過ELEVEN ELE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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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EHN ELE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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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U og莊 stronger 夢翔佳來加油 在彰化的鄉親朋友可以來到彰化體育館 親自來到球場裡面 來高聲吶喊 來看報導夢翔佳在主場 奪下本季的主場首勝 沒有辦法的觀眾朋友 就可以透過一個體育家族的轉播 來欣賞精采的球賽 報導夢翔佳目前進入到第三節的比賽 五分的差距 35比40 僅僅只有五分落後 來到下半場 要必須能夠延續上半場 驚搖比數的氣勢 把握機會一鼓作氣的超前比數 根據球評王信凱賽前的預感 今天就是寶島夢翔佳 拿下主場首勝的時候 好險今天運財應該是沒有開ABL的賽事 我認為今天還是真的會有贏球的一個機會 那無論如何在上半場 這也是把握夢翔 這一個賽季我認為比較少見的 在上半場得分的前兩名全都是本土球員 這就是楊天佑跟吳宗衛的 這時候Lanny Daniel要來打Dionson 他也很好沒有成功 Dionson的防守能力真的是還強 他都是自己用亞洲外野去守對方 所謂一個洋將的狀況 Harker Marchini過掉了 再給Justin Howard 中距離的出手 真的很穩 對 Justin Howard 這種中距離發球線左右的一個出手 命中率確實是滿高的 K是什麼 K是什麼 K哦 T 這個球拿到周志華現在前面3打2的快攻 給地板球2打1 選擇挑戰 我每次看Justin Howell 我都會想到 以前SBO的一個洋將海綿寶寶 他的在場上的跑蹦速度 兩個人幾乎是不逢多浪 阿古拉 到進去的勾射也勾進 即便阿古拉這種勾射得手 我還是認為他離伊蘭突然是太遠了一點 台灣享受楊天柔的防守犯規 Mogini這位沙家緬度周大的球員 他其實也是沙家緬度周大對死第一個 Biscay聯盟的年度最佳球員 所以他是有基本也是可以在美國生存的能力 阿古拉 切入之後 Tucker 找到包夾之後 回傳給Tucker外線的出手 力道短了一點 阿古拉把球 撥給周志華 再撥給Lanny Daniel 楊天柚 一個假動作之後 要切入進去了 上海得分 半分精算 Justine Howell 賠下犯規 哇 我就欣賞的楊天柚這種膽識阿 無論籃下站的是誰阿 他都可以往籃下去撕裂對方的防線 前面一場面對 泰國莫諾吸血鬼 也出現楊天柚 對 切入禁區挑戰Digura的 229公分這樣一個長人的畫面 對 有這種 有差距60公分的差距阿 哇 我想楊天柚 確實他可以帶動這種 奧羅夢獎 他最重要的就是他的拚進 阿結果假髮沒進 可惜了一點 但現在44比41 三分差距 Justine Howell 貝豆開後門 再回給Justine Howell 這沒辦法 跟Makini之間的兩人小組配合 對 Makini這個小球 確實給的相當漂亮 劉占坤出手馬上被抓個正著 裁判響哨哨非常快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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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onissen到目前為止 今天是投進了四顆三分球 而Makini投進了三顆 就是這兩個球員在投外線 是 我覺得給他們的控檔 第一是太大 第二是Joan Howard 中距離的跳投 他在籃下講獲能力 也是現在決定功夫 對現在的領先 給到進區,Agora面對Justin Howard,又要硬打,要進區裡面了 放進兩分,阿欣笑得蠻開心的 因為我覺得他的勾勝的範圍是有點太大啦 而且身體是失去平衡之下 但是他已經連進去三球了,我都懷疑這個是他真正的進攻手段 這一球沒有進,那裁判響哨 吹的應該是周知華的犯規嗎 對,剛剛應該吹周知華在籃下跟Justin Howard的一個 推擠當中的一個推的犯規 哇,但是可以把Justin Howard這樣推出去好像也太厲害了 哈哈 Tucker的中距離48比43,又回到五分差了 楊天佑切入之後的分球,吳宋慧 再給 哇,結果球掉,但是進攻時間剩下五秒鐘 Lanny Daniel這時候要切入了 不得不得出手,沒有機會但是進攻籃板球拿到 哇,但是迪安森賠上了犯規 所以這是他個人第三次犯規 沒錯,沒錯,迪安森最好是再一次犯規 現在阿鑫的 預言成真,就是讓他不斷的犯規 對,如果他再一次犯規 尤其在這一節四次犯規的話 我認為在這場比賽的變數還是非常非常大的 對啊 所以現在Lanny Daniel 是迪安森去防守到他 所以有機會把 球繼續做給Lanny Daniel 好,底線球 楊天佑來發 應該直接給阿古拉 好,來單打 Justin Howard 再給出來 繼續的卡位 他籃下去 要小心三秒鐘 勾射 阿信 我想他真的就是要這麼遠才會近 太近了他沒有辦法 我只能收回 我的話 我沒看過有這麼遠的勾射 還連續近四顆的 哇 拿下十三分了 哇 結果投了一個麵包球 Anthony Tucker 阿古拉給到Lanny Daniel 哇 迪安森跌倒在地上 很可惜 裁判沒有給他犯規 不過現在追到只剩下一分差距 哇 周之華這個假摔太明顯了 我想這時候應該是 包裝夢想家氣勢要打上來的時候 就會又出現這樣一個犯規的問題 對,其實周之華 你當然要製造這種所謂他的進攻犯規 是OK的 但是 當你第一下的時候 其實就有點在 在演的時候 其實裁判就注意到了 而且你要注意到 ABL對於這種假摔 是抓得非常非常嚴格 好,那現在第三節還有 五分四十一秒 四十八比四十七 包裝夢想家追到只剩下一分的落後 場邊含出了暫停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馬上回到精采的比賽 石頭 開口 我就是請對一個 不來往突然一下我們的 夢想家 夠的服務 好,夢想家 夠,夢想家 夠,夠,夠,夠 知道嗎 這戲是夢想家 夠 夢想家 夠 夢想家 不要紫紫紫紫紫 5,5,5 你要奪走 3 29 1 conséqu 現場的計分版是47比48 所以應該是一分的差距 第三節還剩下五分41秒 我們來看報道夢想家在這一節 有沒有機會把分數給反敗為勝 希望能夠透過浩呆教練這一次的暫停 部署好一個非常好的進攻的手段 現在氣勢是已經打上來了 對 我在這邊有兩個建議給報道夢想家 第一 讓迪安神下去 那一個犯規會影響這場比賽最重要的關鍵 第二 讓吳松衛跟Acura去站在同一邊 因為他們現在對Acura的包夾是相當完整的 那吳松衛如果站同一邊 拿出來外線他就有出手的機會 這也是目前如果在場上控制 要知道現在我們得分的一個狀況 跟防守的狀況 吳松衛在上半場第一節的比賽當中 是三分球三投二中 加上罰球以及兩分球拿下十一分 所以八成的命中率 手感是持續火燙 雖然在第二節有一次出手 投了一個麵包球 但是到第三節還沒有出手的機會 必須要把機會製造出來給他 所以再暫停回來 現在紀錄台又出現了問題 應該是分數上的累積 是不是有登記上的錯誤 所以現在裁判也在跟紀錄台上面 來做詢問 對 來做最後的確認 我覺得有點可惜 包羅夢想大 在這一波的一個進攻氣勢 剛起來就被這種 所謂一個暫停 以及這種紀錄台的一個狀況 會不會給拐掉呢 對阿 如果真的 我希望這些年輕球員 就算如果真的被拐掉 他們還是得知道 自己目前的優勢在哪裡 反而是中性功夫多給他們兩分 所以現在變成47比46 反而是中性功夫領先 落後一分 對 因為我們在官網上面看到的分數 其實也是寶寶夢想家領先 哇 鄭林 我們轉播了這麼多場比賽 你有看過第三節的時候 寶寶夢想家領先嗎 對 這真的是我們轉播這個賽季的 一半的時間 終於 看到了 奉寶想家在第三節還是保持領先的啊 所以現在就必須要小心喔 怎麼樣延續這樣的一個氣勢 迪安森外線的出手 逼到短了 有機會繼續的把比分擴大領先 楊天佑推進的速度非常快 右邊埋伏的吳松蔚 哇 哎呀 傳球發生了失誤 馬肯尼這邊也非常的快啊 彈琳卡克毫不猶豫的出手 也沒進 應該會直接出界嗎 沒有 周之華拿到籃板 對 周之華必須要把 整個狀況給穩住啊 對 吳松蔚現在跟阿布拉在同一邊 但是球交給了 迪安森這邊 要來單打 哇 林妮丹尼奄要遲照犯規嗎 有沒有機會 哇 這一球三分外線 49比47 馬上就逆轉了比數 對 哇 我想 林妮丹尼奄現在跟迪安森已經槓上了 嘴巴這樣念念有詞喔 對 剛剛已經接近到接吻的角度了 你等一下就是要來單打 周知華把握度有沒有優了 這個三分球至關重要 對 雖然說周知華這個賽季出手次不多 那沒關係 在這時候跳出來就對了 亮度都沒關係 值比較重要 啊其實就讓劉戰坤來單打 他也不敢出手 真的就傳出來了 選擇中距離的出手 連投進了本場比賽 也是他的第一次得分 全天佑的切入 吳松位外線的出手 吐競球 喔 мож 吳崇瑋承諾了一劫多的時間 剛剛這個球應該算是打出名堂連線啦 楊天佑跟吳崇瑋啦 而且應該是個三分球啊 哇 這個教練 從進球出來拐 très bien 哇現在 你也懂拐氣啊 對我認為裁判是要注意這個情況 並不是進球之後他來記錄台抗議都必須把比賽的節奏給暫停 因為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下 他也可以給他超出他應該站的區域的地方的一個技術犯規 我想這對於 現在浩大儀教練也必須適時的來跟教練 跟裁判來提醒這個問題 因為每次都是這樣子 這個糾纏的就是抗議的時間是有點過久的一點 哇那來自法國的教練 Charles Luby Boras 這名教練 的確是非常非常多的動作 哇 他們兩個一直在講話來看到 Lanny Daniel以及 迪翁森 對我覺得Lanny Daniel確實下半場 跳出來得分的原因是在下半場被迪翁森 實在惹毛太多次了 哇 Ansoni Tucker 現在他手感找回來他就毫不猶豫出手了 沒錯 一個轉身造成了Ansoni Tucker的犯規 這是Tucker個人的第一次犯規 目前是Diamson 目前三範是全隊最多犯規的 阿古拉 再來攻射 第五顆啦 哇 好不好 阿信你要相信他好不好 對 真的打出他在Ariel的唯一 這是這一季最好的一個表現 Ansoni Tucker外線出手 這次被影響到了 沒進 郭姿華保護住籃板球 交給Lanny Daniel 現在要來一對一的單打 哇 超強的 Diamson第四次的犯規 而且是個犯規競算 對我覺得Lanny Daniel確實很聰明 他利用自己身體的優勢 先往他身上去衝撞 製造這個犯規 好 現在就要看中性功夫的教練團 要怎麼樣處理這樣這個問題了 對 回到我剛剛說的 Diamson的四次犯規 會影響這場比賽最重要的勝負 所以加法野進的話 58比54會變成4分差距 所以現在 選擇是要讓10號的洛永軒 頂替Diamson 所以現在變成 三名外援 以及兩名本土球員 對 這就是我們賽者要說的 就是如果他越多本土球員 上來是越好 因為第一 他所有的本土球員的主力都沒有來 他派青年隊的來 那擺明了 就看不起我們本土的一個狀況了 哇 結果加法野沒進 還有兩分半中 第三節比賽要結束 好了 夢想家還是領先一分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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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身體對抗之後 左手放進兩分 這次他靠近籃框了 他找到了 攻打 加斯林浩爾的方式 哇 今天 他的定中力在籃下 單打成功機率非常非常高啊 加斯林浩爾 要來單打 這個拋頭也被阻擋住 沒有事情 陳育翰拿到籃板球之後 前面快攻的機會 吳崇威 力道大了 很可惜 沒關係 下一球再繼續 現在有三分的領先 包到夢想家 千萬不能急 這個球再被抄掉 這個快攻速度要加快啊 不能被對方給拉下來 陳育翰要籃下去 繞到另外一邊 上來雖然沒有進 沒關係 阿古拉放進兩分 阿古拉拿下了17分啊 今天 五十六比六十一 包到夢想家領先了五分 哇 安森利塔克真的很聰明 對 他真的對作 膽拆了一個狀況 實在是 哇 他知道現在場看 發生什麼狀況啊 撩落執掌 真的 所以 他也故意創造了 陳育翰的犯規啊 來看到前面這一球 陳育翰雖然沒有投進 但是阿古拉剛好在籃下補進 阿古拉剛好在攻下了17分 蕾妮、丹尼、丁尼、11分 包到夢想家必須 好球 現在 劉湛寬被吹了一個進攻犯規 哇 不是 應該是吹吳松衛的一個 拉人犯規啊 他一開始比 我想說他是比撞人的一個手勢 結果 這時候 泛滿 所以變成 加法狀態 要讓劉戰坤上到罰球線 來自浙江廣下青年隊的球員 也就是劉真以及林志杰所在的浙江廣下 今年表現非常不錯 是有機會來爭取CBA的總冠軍 第二把彈進 兩把中一 還有1分15秒第三節比賽結束 對 我認為現在可以主打Lanny Daniel那個點 因為對於他現在防守他的人 我認為應該是守不住一堆一個哈 所以阿古拉兩個洋將的連線造成了 先走過了 哎呀 這次的進攻很可惜讓徐浩晨教練也馬上來跟裁判 argue一下 我覺得報名強家目前還是直接穩住氣阿 第一他們很少在第三節保持零線以外 他們要知道贏球的狀況他們要怎麼維持阿 如果這時候裁判的狀況並不在他那邊 他也要知道如何去應對才對阿 Pick and roll之後Anthony Parker外線出手 哇 真的非常非常的穩定 這時候喊一個暫停 好的教練 所以現在61比60只剩一分差距了 那可以看到對於中心功夫的教練 的確是不斷的去跟裁判來溝通喔 對 那這就考驗裁判的尺度了喔 對於教練這樣子一直 哇 來拐氣的感覺 對 因為現在目前剛剛那球應該是浩黛先喊了暫停 然後紀錄才 享受的時間是稍微慢一點 因為他已經發球到進來已經運了幾步了 那對方教練很抗議的也是這個狀況 61比60剩一分的差距 對於報道夢想家來講 剛剛也講到 我們很少看到 在第三節還保持領先的一個狀態 所以對他們來講 這很新鮮 也會變得很緊張喔 這個就是前幾場會有的狀況 我們說報道夢想家在大幅度落後的時候 不太懂得要如何大量的去取分 進行做一個進攻啊 那目前是領先的情況之下 他們要學習的是如何保持領先 那對於報道夢想家來講 這樣一個年輕的球隊 要保持領先的要訣 秘訣是什麼 第一我覺得控球後衛要承擔非常大的責任 他知道現在目前對方的弱點在哪 像提昂聖現在下去 像Lanny Daniel他必須要活躍起來 第二你要控制那個節奏 並不是領先的時候就得打慢 像吳松蔚在快攻以及楊天佑 都有快攻直接取分的一個狀況跟機會 這也就考驗了今天的控球後衛 楊天佑以及周思華 在關鍵的時刻 現在還是領先的情況下 要怎麼樣帶領球隊 穩住自己的節奏 還能夠保持進攻的一個競爭力 然後這個暫停回來還剩47.63秒 所以保守夢想的是周思華 楊天佑 Lanny Daniel Agura 以及陳育翰就是先發的陣容 給到陳育翰的手上 本土球員熟到他 是10號的洛永軒 這球要給到Agura 被Justin Howard給拍掉 阿古拉 在第三節有非常完美的發揮 這次到盡區 遭到包夾之後 殺板得分 第三節他跳出來了 今天Agura打得像Anson V Davis一樣 真的可以入選明星賽 對啦 回來退守成二三區域防守 阿堅尼 我想今天到目前為止第三節 Asson V Tucker的表現 也幫助了中心攻犯的緊咬比數 這個外線給本土球員出手就對了 所以在第三節的比賽 目前63比60 包吵夢想家 還可以帶著三分領先 進入到第四節 來到最後的十分鐘 各位觀眾朋友 趕快來收看ELEVEN體育家族 來幫包吵夢想家加油 好 隊員 是 就 institution 我不允ме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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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